嘩 怎麼carry啊 oh my god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友 我上個星期就在我的IG story 上了一個我收到的禮物 很多朋友就立刻dm我 可不可以我拍個review 也好啊 我覺得我真的蠻興奮的收到這份禮物 它就是 Rare Beauty 啦 喂 超級巨份量的一盒PR box 那我今天逐樣跟大家解救一下 究竟Rare Beauty的產品好不好用 先給大家一些背景 Rare Beauty就是歌手Selena Gomez 出的一個化妝品牌 如果有留意她的朋友 都知道她上一支唱片叫做Rare Rare這個字從之以後 就跟她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現在還出了Rare Beauty Rare Beauty在2020年2月4日 正式宣布Selena Gomez 她就說這個籌備了兩年的一個品牌 而最近Rare Beauty終於來到香港了 然後這個品牌是Exclusive 在Sephora有得買的 那為什麼這個品牌叫做Rare Beauty呢 因為她對上那支碟 剛才有說到 叫做Rare 而那支Rare的歌 很多都是她對上幾年的一些心情 令到她覺得這個字 或者這個Album 跟她有一個很強的connection 她也順利成章把她自己的品牌叫做Rare Beauty 那這個品牌真正見解是上年的9月3日 香港是很最近很最近 才是Sephora獨家發售的 那Rare Beauty的理念就是 I've stopped trying to be perfect I just want to be me I think Rare Beauty can be more than a beauty brand I want us all to stop comparing ourselves to each other and start embracing our uniqueness You're not defined by photo, a like, or a comment Rare Beauty isn't about how other people see you It's about how you see yourself 那這個盒裡面呢 究竟有什麼類型的products呢? 我想Basically是整齊了所有東西 非常漂亮的包裝 有了所有products Foundation 唇膏 highlight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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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格桂桶 哎呀!還有數 對不對? Oh yeah! Woohoo! 哇!這個很漂亮 讓大家看看 這個是一個補妝kit 有個blotting sheet 面油紙 還有一個補粉的pop 要不說 馬上開始 首先就看看她寄給我的Foundation 剛剛適合 這個是他們的Foundation的顏色 為什麼這個這麼橙? 什麼事? 看上去是像玻璃瓶 但是看上去是膠盡 這個顏色可以嗎? 要研究一下它有什麼 啊!很漂亮 OK 我有primer的 OKOK 第一個就是這個 Always On Eliminating Primer 它是Sephora 賣228元的 它聲稱是一個 很濃郁 很滑的 一個gel狀的primer 哇! 好亮啊! 大家看到嗎? 它是亮到爆炸的一個primer 都不是很亮啊 很好的 它是沒有任何味道的 首先呢 我不見有任何的遮毛孔的作用 因為有些primer是會特地有遮瑕的性分 那這個呢 感覺到它真的沒有的 純粹是令到你皮膚滑了 沒有濕的 so far我覺得這個 就算你如果是不化粉底 就這樣直接塗 出街也蠻好 還有呢 它不會是那些一塊一塊很chunky的閃粉 它是很smooth的感覺 試一下粉底 有一點覺得粉底應該是不適合的 那它就給了這個230N的顏色我啦 但是呢 我想說呢 這支粉底裡面是有一粒東西的 就是大家在搖勻了才好開 都不明白為什麼有一隻這麼橙的粉底 好像color correcting的一個顏色 我先試這個 喔! 頭是這樣的 好像一支巨型的concealer 感覺上呢 是真的偏黃的 這個太黃了 這個 怎麼用啊 不適合吃 喔 難道這個是被我混的嗎? oh shit 大家開的時候 記得小心點 啊! 滴多了一張地毯也是 另外一隻很黃喔 這支粉底混在一起 買粉底顏色呢 真的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一件事 其實都真的要在店裡試 看一隻手或者試在臉上才行 那首先呢 這個粉底一試上去 已經大概知道它是什麼一回事了 好肩膀啦 其實我只用了兩三下 那這個粉底呢 那個texture呢 就是它好像水的粉底 大家開的時候 都看到有一點漏出來的感覺 所以大家開的時候呢 要小心點啦 我之前上網看呢 就看到那些人就說 它的粉底好像很厚啦 但是我想說一點都不厚啦 都好是皮膚的那個texture的感覺 我覺得唯獨是不適合色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它有多少顏色 Rare Beauty的Foundation呢 在香港呢 總共是有32個Shades的 OK? 每一支呢 是254元的 那它聲稱呢 就是for combination skin 如果你是皮膚較乾的 或者是正常皮膚的 或者是油性皮膚 都適合用的 它就是一個natural finish啦 還有我看到這裡寫了一個想跟大家說 就是呢 它是沒有任何的香料在裡面的 very good 顏色上呢 就一定不對的啦 你會看到我的臉這裡是黃了啦 這裡是我真實的皮膚啦 先不要說顏色先 我們先看看那個texture先啦 看到我塗了那個eluminating底的primer 再加上這個粉底呢 的確是一個挺好的combination 都有一種很真實皮膚的感覺 那我現在只塗了一層啦 so far very good 下一個部分 不如我們就來試試它的concealer啦 它的concealer呢 都是有32個顏色的 每一支是168元的 這個是daddy和媽媽的分別啦 但是它的頭呢 這裡是扁的 whereas foundation 這個是圓頭來的 因為它的東西很細緻 所以它扁頭的時候 就會方便你這樣打開 還有方便你拿 我想它的圓應該是這樣 試一下先 Oh my god 剛才我第一樣的感覺呢 就是這個頭呢 它抓太多product在上面了 所以大家抽出來的時候 要在這裡這樣掃上product 才掃上臉上 不然就可能會太多了 我先用手先啦 我不用beauty blender 我想先感覺一下它的texture先 這個顏色也是不適合的 這個 想到害怕 好像顏色也OK 但是真實看是有一點點偏黃的 我這一邊呢 試一下用beauty blender 它是很潤的 這個沒有騙你喔 真的挺潤的 這個 哇 馬上好像精神了很多 我知道了 因為它這個顏色呢 它是有一點點color correcting在裡面的 所以 我整個黑眼圈是沒有了 其實我現在這個燈呢 是會令到我的黑眼圈厲害了 因為我的燈是很高的 我沒得調低我的燈呢 所以我現在拍出來的黑眼圈呢 是應該比我真實的黑眼圈更加誇張 這個concealer挺好的 我覺得最有驚喜是這個 雖然這個顏色呢 可以再tune得對一點點 我看到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很精神 我這一隻呢 我是用220C的顏色 好啦 我們不如來試一下它的筆狀product 眉筆啦 嗯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呢 我超級喜歡用NUDE STICK NUDE STICK的brow product 真的很好出色的 那這個呢 除了掃子是很幼之外呢 它的gel也不算特別很有力的 因為我的眉毛是非常堅挺 合格啦 還有我每一次試完一隻brow product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移動一下眉筆 因為呢 有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 多了一層的很厚的感覺 那這一支brow product 不會有那個感覺的 好啦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眼線筆啦 I'm already loving it Oh my god 我想說這支筆超好滑啦 好自然喔 哇 無論是女生男生 我覺得都可以買這一支 試一下brow先 不好意思啊 I mean 首先我覺得它這個stick都挺配喔 cool brown Oh it's a cool brown It's a cool tone 對呀 這個色不錯 OK這個brow 立刻加了粉 立刻入到我的化妝袋裡 那那支brow pencil呢 是172元的 嗯 OK fair price 對啦 還有這支眼線筆啦 回來 眼線筆已經out of stock啦 我畫得好的 原來已經賣光了 Sorry 它呢是166元的 那我畫在這邊先 這支筆真的非常之好 如果男生懂得畫眼線的呢 都真的可以考慮一下這支筆 不錯不不錯 哇好有精神 好啦下一個我想試呢 就是這個liquid blush 它呢這個顏色叫bliss 我覺得很漂亮 都是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 它都是會抓到很多很多的product Oh my god 很多很多很多 擦走它擦走它 但是呢 blend也很漂亮喔 我只想用手指blend也很漂亮 啊這些塗多了啊 多得太啊 拿個beauty blender 記住如果多了的話呢 拿個beauty blender 噴它又會再好一點的了 這個blush也不錯的喔 我想可以再加多一點點在這裡 這個liquid blush用完之後呢 立刻很滑 還有很牙色 如果你是追求一個高級的blush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你追求一些很韓系 青春活力 很有種可愛的感覺呢 就不是這個了 可以選擇3CE 我覺得也是很有種可愛的感覺的一個blush 我們試一下highlight好嗎 liquid illuminizer 其實香港的朋友呢 可不可以試一下多點擦highlight呢 令到呢 這個人很精神的 哇 這個highlight oh my god 超厲害的 哇 用一點就行了 大家 不要這麼多 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highlight的顏色都挺像亞洲人的 因為有些外國品牌出的highlight 很多時候會很白 就是說你白色皮膚就說而已 如果你黃皮膚 你不會有一點點pink tone的話 其實是很恐怖的 這個呢 它有一種沉沉的粉紅色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亞洲人的 好 接著呢 我就很想試這支唇膏 叫做nearly natural why OK 我的review是呢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走歐美系列的話呢 這個natural的唇膏呢 就很適合你了 它是超像那種 Kim Kardashian Gigi Hadid Bella Hadid 真的好像很natural的那種唇色的感覺 它一點都不黏 還有呢 它好像有一種很性感的感覺 即是如果我是一個女生 她竟然又引起我老公的注意 她做我們都不黏 但是呢 它就不是 能力減齡的一個唇膏 即是如果你不需要減齡 你很embrace with自己的年齡的話呢 這個顏色是不錯的 它不會令到你的嘴 看起來很glossy 那種感覺 令到你的嘴好像有一種 我本身就有一點juicy的 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唇膏是幾好 這個唇膏我覺得我應該會每一天都會用 但是呢 我現在要試另外的唇膏collection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唇膏guru 所以我要抹著這個唇膏 再試給大家看 我現在準備試的就是 他們的dewy lip balm是140元 然後呢 他們soft cream的matte唇膏是169元 我們試一下 他們有一種完全是潤唇膏來的 這個顏色叫做honor 好 我們試一下這個顏色先 這個顏色叫praise 我覺得都應該挺漂亮 嘩 怎麼carry啊 oh my god 我覺得都應該挺漂亮 maybe not 很多牌子都是這樣 正常 我們再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這個liquid lipstick先 這個真的是mag的 嘩 我carry不到這個顏色 我竟然有一個顏色 carry不到 我只可以說 真的很歐美 好像都是這一枝最漂亮 先塗這枝 嘩 馬上活過來了 這一枝真的不錯 大家可以真是入手 OK I'm back 好了 Rare Beauty大致上 整個collection我就試完了 首先我會推薦的就是這一枝 barely neutral的潤唇膏 加lip gloss lip balm 然後就是眼線筆和眉筆 如果你想追求一個高貴的妝感 這個blush也不錯 我覺得最令我驚喜的就是 它的concealer 是令我整個樣子超級有精神 我其實只塗了一點 我覺得很有效果 所以就算我拿著這一枝concealer 不適合色 我都會在店裡買一枝 再淺色一點的concealer 讓我可以每天的日常都可以用到 沒錯 大家加入了我youtube頻道的會員沒有 如果還沒有的話 就快點去下面的link 加入這個愛馬仕同學會 成為我頻道的會員 還有如果大家想分享哪裏有好東西賣 哪裏有好東西賣 或者是想分享給不同的朋友的話 可以去到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有一個telegram的group link 進去就可以分享你們購物 有什麼好東西賣 我定時都會在裏面分享好東西給大家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like,subscribe,blah,comment,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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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OMG OMG